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11月16日 星期三的第三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廣州市海珠區 湖北省夕的城中村居民持續暴動 甚至有民眾衝進海珠區政府大樓裡示威 而在昨天 特警進駐海珠區 對示威民眾展開了鎮壓的行動 而街上的大白也有不少轉為特警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在提及廣州的情形之前 我有些話想說 就是關於暴動這個詞彙 因為我留意到有個別的益友 用暴動來形容就不是這麼恰當 因為在他們的眼中 暴動這個詞彙 似乎是一個貶義詞 他們認為是充斥著負面意識 但實際上來說 暴動這個詞彙 是一個中性詞 它既非是一個包義詞 也不是一個貶義詞 大家不應該說 因為香港法律裡 有一條罪行叫做暴動罪 於是把暴動這個詞彙 定性為一個貶義詞 大家可以看看 在中國共產黨的官方文件裡 有不少的地方 都是有提及到暴動的 而且就不是用一種 負面的態度去看待它 比如說在1927年的8月 當時的中共中央 就發佈了一份文件 叫做 《中央關於商、惡、月、禁四省農民抽收暴動大綱》 這個說得很清楚 就是農民的暴動大綱 而在1927年3月 毛澤東就發佈了一份叫做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裡面其中有一句是很出名的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不是做文章 不是繪畫售花 不能哪樣雅致 哪樣松容不逼 文則彬彬 哪樣瘟糧功劍讓 革命是暴動 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暴裂的行動 講得很清楚 革命就是暴動 所以 暴動這個詞彙 本身就是一個中性詞 是不存在什麼負義 如果你認為這個詞彙是負義 這純粹是你個人的觀感 如果有些人硬是要堅持著這個觀感 我也沒有辦法 但是 也不需要再留言告訴我 因為我已經解釋得很清楚 我們說回廣州的情況 在Twitter上持續有些 關於廣州的影片流傳 包括示威者繼續推倒紅色的水馬場 而有特警出動高壓的水槍來鎮壓 射擊示威者 一射進去的時候 當然是倒地 馬上是 也都是鳥獸散 有示威者雙手被反綁了 被公安一腳踩著頸 這些就是很暴力的 另外有一條影片清楚拍到 有民眾衝進去海珠區政府大樓裡 這些人想示威 當時由於防備不充足 於是有人走漏了衝進去 所以可見 那些湖北省籍的民工 持續有行動 而在昨晚 有部分被封控的廣州民眾 就在自己家裡 對著窗口 一起大合唱 Beyond那首的海闊天空 這首歌經常賦予了一種 蛇魂的意味在裡面 就好像是一首蛇魂歌曲 但是這首歌其實在大陸 並非禁歌 甚至乎在官方舉辦的節目 《聲聲不息》裡面 也有唱過 當時這些居民當然 就是用一種軟性的對抗方法 香港也試過 很多年輕人 對著窗口大喊口號 在19年的時候 逢親晚黑就喊 此起彼落 現在廣州似乎是 效法了這一種方式 對著窗來唱歌 一起大合唱 這個場面其實是挺壯觀的 因為喊口號 都是幾秒鐘的時間 一句起兩句子 唱歌就不同了 是幾分鐘的時間 而且他們又沒有唱唱 唱到掉了beat 或者是唱到亂了龍 又沒有的 所以真是很好 真是服了他們 一起大合唱海闊天空 至於那些特景 進駐了在海珠區不同的地方 有一段影片 就是白天的時候拍攝的 看到有大量寫著警察的車輛 在街道上報房 另外也有一條影片 拍片人就聲稱 街道上本來有很多大伯 在駐守 現在全部轉為特警 可見報房是很嚴密的 可能要防止湖北省籍的民工 繼續示威下去 否則就沒完沒了 可能兩晚就夠了 不要再搞下去了 所以現在大量的特警進駐 到底廣州現在的具體情況又是怎樣呢 自由亞洲電台就打了電話 給廣州市、海珠區、康樂村的政府幹部 和一些商家 發現通訊是異常的 包括了1102線 和社區派出所的值班電話 都沒有辦法被接通 他們就懷疑了 是不是一些海外的電話被屏蔽了呢 這樣 那麼110打不通呢 都正常的 因為可能遮到線 120打不到 那些人就打110 但是連派出所的值班電話都打不通 就奇怪了 如果你是住在廣州的 就可以在留言板那裡告訴我們 到底你們的通訊 有沒有出現問題呢 大陸有一家自媒體 就在海珠區的一個城中村 康樂村進行了採訪 那麼那個記者就問那些農民工 如果說他們把你拉去另外的地方隔離 那麼你們願不願意去呢 那些等待解封的湖北省殖民工就說 我們肯定願意去的 現在在這裡 我們都要吃飯的 我就很餓了 因為在這裡沒有東西吃 那麼這段片呢 其實也是反映到 那些城中村的物資配給情況 是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老實說 大陸很多人 都是因為沒有東西吃 才走上街頭 又示威又抗爭又行 如果你說他有兩餐溫飽 他分分鐘上了微博那裡 說風涼說話 還反過來 會罵你 你幹嘛在這裡搞事 你不要害街坊 就會說這些話 就像你藍絲一樣 他沒有東西吃了 才走上街頭 其實很多都是 現在來說 廣州的防疫政策 就出現了多少混亂 在昨天較早的時間 就說要取消全員的核酸檢測 但是後來又重新要求要做檢測 於是大批的民眾 就趕到檢測點等候 一排就排幾個小時了 事實上 我在Twitter上也看到 有些通告 就是海豬區那裡 那些檢測點寫出來的 其中一張通告是這樣寫的 根據上級相關部門通知 從今天 即是15號 因為這張通告是昨天朝早貼的 從今天起 取消全員及常態化核酸 如有需要就另行通知了 現進行核酸採養為自費 五元一人 採養時間為8點到20點30分 所以 其實昨天 已經有一個變化在這裡 很明顯就是 區政府作出了多少妥協 因為在11月14日晚 15日的凌晨 都有發生暴動 然後就緊急開會 就說取消全員核酸檢測 有所放寬 但是後來現在就說 不行 又要做檢測 我相信 他裏頭的變卦 就是不想發放一個錯誤的訊息 給湖北省籍的民工聽 以為他們走上街頭的抗爭 是成功了 而區政府作出妥協 所以現在又說要做 我猜 這是很合理的推斷 如果不是 為何放寬了 又說要收緊 是在一日之內 這是很奇怪的 真是朝令夕改 只能夠有這個解釋 就是不想 好像 看來區政府跪下了 寧願 泥肚硬 找特警來鎮壓他 都不要妥協 海珠區本來就說要靜默封控五日 後來就多度延長了封控 就連基層的防控人員 即是大白 都感到是無所釋從 在廣州市 海珠區 鳳陽街道 康樂村西區的社區黨群服務中心的幹部 在回答質詢的時候透露 現時來說要醫生就沒有醫生 要人也沒有人 要車也沒有車 居委會是相當難過的 因為他們的基層幹部 一日工作十幾個小時 而且還要被居民狂鬧 現在紅馬又不用登記了 如果有人的話 有醫生的話 紅馬也會去診治 但是 現在就連驗核酸的醫生 都說這樣不做 那樣不做 作為基層幹部 又不是醫生 能夠做些什麼才行呢 於是乎有不少居民 檢測出陽性以後 只能夠在家裡等 也只能撥打120的急救熱線 基層幹部說 其實120都是有限制的 現在專門診治微重症的地方 是滿員 方艙也滿員 一個額度都沒有留給居委會 那怎麼辦呢 不是電話打不通 就是旁邊的地方沒有位 每天都是接電話 每天都打電話 要確認的名額 那現在有幾多個陽性患者 在居委會的核區裡面 已經是千多個都不止了 就是說很多人 陽性就留在家裡 在那裡吐 其實就是 你吐得好就沒事了 如果吐不回好的 比如說那些小蚊仔 三十九度高消的 那只能夠 上網拍視頻 喊苦喊忽 求救 因為 根本上都沒有地方可以收人 其實現在看來 廣州的情況 就不是這麼樂觀的 因為當你那個確診數字 持續的居高不下的時候 你就很難說 在每天過千宗的確診個案的 情形底下放寬回它的 解封回它的 因為那些做官的 他都要顧著頭頂的烏紗才行 始終大陸現在還是說 要堅持搞這一套 動態清零總方針 那就一定是要盡力使到那個 病毒局限在某一個地方 不要擴散開去的 所以一定是要壓到那個 確診數字很低 才有機會放寬回 但是你不放寬的時候 那些人又心理不平衡 經常覺得物資配給不上 又看不到病 這樣 那心就 根本上不會妥你那個管治 再加上 在經年累月的官媒的宣傳下 根本上很多大陸的人 仍然是對於新官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 因為大陸有九成幾人 基本上都是不懂得翻牆的 他懂得翻牆的 而又擁抱普世嘉直 接受西方那一套說法 都是佔很少數的 所以基於這一種 他們接收資訊途徑 是受到了嚴重的局限 天天就告訴他 中了新官很嚴重的 就算康復回來 都會有長身官後遺症 你日講夜講的情況下 他自然就會怯 而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 就算一個人 他是懂得翻牆的 他知道外界的情況是怎樣的 但是當他返回到現實社會當中 他也不多不少會受到社會氛圍的影響 除非那個人本身的意念是很堅定 他知道外界在發生什麼事 他也相信外界那一套是做得沒錯的 我想這些人很少了 那個定力很重要的 有些人就算看完那些翻牆的資訊 他那些親戚朋友、同事 全部告訴他新官是很嚴重的 他可能都會被這些說法所影響到 他都會對於新官是恐懼的 這個沒辦法 因為大陸始終這些宣傳不可以改的 一旦改的時候 他其實就要放棄動態清零 如果你告訴那些居民看病 不需要每次都去的 輕症和無症狀在家裡休養都沒事的 豈不是告訴別人這隻新官 是等同於所謂的大號流感 大陸官方是不可以說這件事的 因為他要有一個正當性、合法性 來持續推動他的所謂防疫、抗疫的措施 包括健康碼 那麼他要推那套東西的時候 如果你告訴別人新官沒有什麼 那麼他怎麼推下去呢 所以沒有辦法的 這件事是死節來的 到最後就是有些人莫名其妙的驚新官 也去救治 所以就個個都走入院 你入院的時候 根本上有些人是不需要入院救治的 但是呢 大陸官方的宣傳裡面 他不能夠公開說這些 總之呢 陽性的他就 也要你去旁邊的 就算不入院救治也好 所以不就 不斷會發生這些混亂的情況 但是沒有的 大陸要搞這一套 正所謂國情不同 我就沒有什麼大的意見了 至於廣州市政府 在昨天的凌晨公佈了一些所謂的優化措施 就是密切接觸者 由七天的集中隔離 加三天的居家健康監測 就調整為 五天的集中隔離 加三天的居家隔離 那其實 即是怎樣呢 都是要隔離的 由七天集中 就改為五天集中 加三天居家 那意思 即是七加三改為五加三 就隔少兩天這麼大把 那就已經當優化了 所以就 難怪有這麼多人 是要 讚雙地 潤去外國 好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